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Alpha 最近朋友问 他爸爸处理卖楼的事 我说 你爸爸不是有老人痴呆的吗 怎么签文件 他说不用怕 因为他之前已经签了一份授权书给他 他可以帮他处理 当爸爸证实了有老人痴呆的时候 之前所签的授权书 已经等同一张废纸 废纸 在那一刻我朋友不知道怎么办 在这个情况 家人其实是可以向高等法院申请 接管爸爸的财产 而这个申请基本上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要法庭去接纳 爸爸是喪失了精神行为能力 也就是说 严重中风 严重老人痴呆等等 当法庭接纳了之后 就会进入第二个阶段 法庭就会看回家人 有哪一个是最合适做一个接管人 家人之间有共识就固然之好 如果没有共识 想欠做接管人的时候 法庭就会进行审讯 决定究竟哪一个是最合适的接管人 这个申请会涉及相当的时间和费用 如果想防范于未宴 当发现家人有机会患上严重的老人痴呆 或者中风 就要及早找律师去做定一份持久授权书 这份持久授权书 需要由医生签署见证 去确保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良好 再加上律师的见证签署 就可以拿去高等法院登记 以及传档 做齐了以上的步骤 这份持久授权书 先会正式申讳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和我们联络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